土耳其強震傷亡慘重 台灣各界紛紛伸出援手 民間的信仰中心宮廟同樣不落人厚 近日在向神明請示後 捐出了320萬元的善款 協助土耳其震災 我們說到這次土耳其的災難 我們大家的心情都不太好 可能也很辛苦 因為我們的神廟跟佛祖 廟裡香客絡意不絕 民眾持鄉前陳參拜的同時 也會留下一點香油錢祈求光明 這次土耳其世紀大地震 宮廟集結眾人之力捐出善款 看在一般民眾眼中 也覺得相當不錯 這也是一種 這都是我們這裡的香客 其他的香客 其他人關出來的錢 我們用在很健康的地方 希望他們可以發揮 就怕民眾的心意沒有確實傳遞給災民 宮廟這次一獲得神明同意 就趕緊將善款直接捐贈到中央 土耳其強政如今救災行動 雖然已經告一段落 但距離重建家園 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雙瓷店主委也呼籲更多公廟 想應捐款為災民盡一份力 希望我們可以拋穿利益 可以多少一間公廟 到處都可以出一百一萬戶 如果一百間 我們可以多一百萬來救這些東西 土耳其強政各界紛紛發揮愛心出錢出力 也祈禱災民能盡快度過難關 記者潘志光 蘇宇文 高雄報道 董事長 祝福福福祉